我一直在講 今天是大課 我不講理論 所以你不用聽我講什麼 仔細觀察我正在做什麼 這才是關鍵 練名單一定要當下馬上把它列出來 千萬不要給自己想說 回家再慢慢練 通常不會練 除非你很有決心 但是有決心的人 通常他的成績會進步很多 名單列完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找到精準的對象 那通常你要找到精準的對象 請你不要用你的主觀去判斷 請你用問問題的方式去判斷 因為只要你問對問題人就會出現 一樣在我們下一堂課 在教大家怎麼排的時候 問問題很重要 因為問對問題大概就決定 這個case能成還不能成 問什麼問題我只是舉例 在你認識的人裡面 有沒有人最近要結婚 我只是舉例 有沒有人最近打算生小孩 或是有沒有人最近小孩子要開始面書 或者是有沒有人最近想要換車 想要換房子 或是有沒有人最近想要出國 或是有沒有人最近失業 來大家仔細看一下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如果你問最後出來的答案 這些人都有個特色 什麼特色知道嗎 要花一筆錢 這些人都需要額外的開銷 所以他需要額外的收入 同意嗎 想要跟需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境界 當你只是停留在想要 我想問想要賺錢的人 有沒有在座 是每個都想要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需要賺錢的人呢 你覺得哪一種企圖比較強烈 需要 如果你現在一直找 找了只是想要賺錢的人 他就會告訴你反正不急 反正我現在生活過得去等等 但是你如果先找需要賺錢 他迫切需要一個額外的收入 我們再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 同時告訴他怎麼在這邊賺到錢 他會不會很感謝你 他會很感謝你 而且你會事半功倍 所以在你決定要約他之前 其實你先用幾個問題先去判斷 而這些問題很簡單 我只是舉一些例子 你問對問題正確的人就會出來 很當然講說做組織很簡單 就是把對的人找進來 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對的人在哪裡 要透過問問題 有了名單之後 是要進入邀約 對不對 好 那我想先請教大家 你認為你很會邀約的有沒有 有沒有 在座認為我相當會邀約的 我很有把握 看起來應該都沒有 看起來應該都沒有 那有聽過我講課的人 我最近在算 因為那一顆螃蟲聊完之後 我開始在算 我到底在台灣 我光講台灣就好 我到底在台灣講過多少堂課 我後來算一算 從我開始講到現在 少說上千堂 上千堂應該聽過我講課的 應該有破萬 應該有破萬 所以如果我今天還跟大家講 過去我講的東西 你可能在邀約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他可能說 我知道你聽誰講的 因為他也曾經跟我講過這個東西 聽得懂嗎 因為我講過課的人真的蠻多的 所以今天我用不同的方法 來練習邀約這一件事情 這是昨天台中第一場 今天高雄第二場 很新的東西 我還沒有對外空拍過 我會出現這個 他在邀約你 好 來 那我們來看 我先講邀約的觀念 第一個 邀約 不等於說明 有時候你約不出來 就是你犯了邀約的大忌 就是邀約等於說明 為什麼有時候你邀約會陷入說明 因為永遠會聽到這一句話 那是什麼你就直接告訴我就好了 捨不捨 你要約朋友 晚上有個說明後來聽一下 這麼好的朋友是什麼 就電話中告訴我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忍不住 你就忍不住 你就開始跟他講 講完之後你就發現 他本來很閒 突然間變得很忙碌 就是你要跟他約這幾天 突然間變得相當的忙碌 每次叫一叫就開始很忙碌 很忙很忙 為什麼 因為你很記住 因為你已經辦了一個很大的冰家 冰家的大忌 叫做邀約 你已經先入說明 又說明不清楚 所以請你記得 所以我今天教你邀約 我會保留一部分 因為我就是不讓你清楚 因為你不清楚 你才會忍住 聽得懂嗎 你一旦清楚 你會忍不住 過去教很多話 比如說你去打公眾電話 讓手機想那一些 我發現最近 那幾招邀約不管以外 因為我真的教過太多人 人家手機想說 不要嫁啦 那自己用的啦 我知道啦 誰教你這一招的 公眾電話 不要嫁啦 你有手機 手機打給我 不要跟我講公眾電話斷了 所以我們要用不同的方法 來練習這件事情 但是一個約著 邀約千萬不要說明 請你不斷提醒自己這件事情 當你約不到人 趕快反省一下 是不是你先入邀約的說明 而且又說明不清楚 第二個部分 邀約的重點在哪裡 引起他的興趣 那邀約 你要確定時間 地點跟談事情的機會 邀約的第二個大忌 就是千萬不要欺騙 不要約人家說 我約你來喝咖啡 就可以喝到訓年王 我們有咖啡三合一咖啡 他邊喝邊咬在心裡 要喝這個我回家喝就好了 我要喝什麼咖啡 來這邊喝三合一咖啡 雖然我們有咖啡機煮出來 咖啡也蠻好喝的 可是地點不對 這樣了解嗎 所以邀約的第二個大忌 是千萬不要欺騙 你可以讓他好奇 可以讓他不知道要聽什麼 但是你千萬不要欺騙 比如說我們來看場電影 雖然我們有影片 但是這樣不會覺得那叫電影 以前我在上一家公司 都還曾經辦過那個 以前因為我們在上一家公司 有送衛 那時候衛很流行的時候 公司後還沒寄來 我們就送衛 邀約來玩衛 真的就一對人來 真的讓他玩 真的約到好多人 所以重點是千萬不要去欺騙 這個很重要 那怎麼約 記得這一句話 邀約就是你事業說明的精華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邀約 會取決於你約了他之後 你要怎麼跟他談 因為怎麼談 談法不同邀約的方式會不一樣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 比如說你預計要跟他談一個小時 你自己應該很清楚知道 你要跟他談什麼東西 就從這一個小時的內容去濃縮 一句話兩句話當重點 這就是你的邀約話術 我等一下會示範幾種例子 所以邀約話術會根據幾個原因 會不太一樣 第一個 你約他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跟他談 第二個 你約到什麼場合 比如說 約來聽說明會 跟約做小型聚會 方法一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聽得懂嗎 約來聽說明會 跟約一對一談 方法一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先回來看一下 以 Interrush 訓練網 我們現在要跟一個人溝通 我們的事業機會 我們有幾種方式 可以跟他談 第一個是不是有說明會 對不對 像高雄我們現在就是禮拜五 下午小組一座晚上說明會 是不是有說明會 台北台中也會有 對不對 除了說明會之後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還有沒有 什麼方法 一對一 一對一嘛 對不對 約一對一 一對一是不是也得跟他談 對不對 說明會一對一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小型聚會嘛 對不對 小型聚會可能三個五個 不到人很多 三個五個 利用小會儀式 或者是我們的辦公室 三個五個 這也是一種談法 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們是不是有個BTRI 對不對 透過視訊會議 透過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也可以嘛 那還有某方法 有啊 你們看我們今天有擺個攝影機在那一邊 對不對 我們開始就我們講課都會把它錄下來 做成DVD 做成影片 這會不會也是一個方法 有很多種方法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的話術去邀約他 會先取決在你到底 第一個你要邀約他到什麼場合 用什麼樣的方式溝通 第二個你到底要跟他談什麼東西 這樣聽得懂嗎 我舉例子給大家聽 怎麼談 我們先看注意事項 第一個你要講 你要不要讓他聽到 能夠帶給他的好處 比如說我下個禮拜 禮拜三會跟大家分享一堂課 叫做百分之九十的秘密 對不對 我剛剛都有預告過 告訴你高低節率一對一的溝通 那自己怎麼溝通 我現在先不講 那下禮拜的課 當你學會我的那個溝通方式的時候 因為我整個溝通就是 只有一個加點叫百分之九十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用我的方式去溝通 你就可以用一句話去邀約他 你聽聽看這句話有沒有吸引力 比如說我打電話給這個姐姐 好